近段时间,刘更宏的健身直播火爆短视频平台 引发全民健身热潮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再谋短视频 平台上从两三百万粉丝涨到五千多万粉丝 真的让人唐木结舌 而刘更宏也凭借着直播健身操闯进众人的视线 以取本草纲目版本的健身操 也让学生们纷纷跟着锻炼起来 还骄傲地自称为刘更宏女孩 甚至有不少明星都跟着打卡练习 刘更宏直播健身不是单挑皮马 而是和老婆王婉妃一起在镜头前健身 有时怨目也加入其中 谁能想到,就在疫情期间 这位四十多岁的艺人竟然一夜之间成为健身界的顶流 与他相关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 他除了健身教练,还是小炮福的爸爸 刘更宏1972年出生 是歌手,主持人也是演员 他曾经与他的女儿小炮福参加过一档热门亲子综艺节目 被不少观众熟知 但该节目热度过后 近几年刘更宏作为艺人关注度也逐渐下降 但刘更宏也许也不会想到自己出道十几年 会以健身操直播的方式火爆全网 其实刘更宏还有一个标签 那就是周杰伦的多年之友 他曾经也是周杰伦的御用教练 而说起周杰伦,应该没有人会不认识 作为一代人年少时候的偶像 周杰伦三个字有着特别的意义 好像一提到周杰伦,横起他的歌 就又回到了那些青春年华 毫不夸张地说 从80后到00后 每个人青春里都有几首周杰伦 而刘更宏和周杰伦是在1997年相识的 早年周杰伦还是一个小透明的时候 刘更宏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了 那时候的周杰伦歌曲无人问津 所以生活也很窘迫 对于周杰伦刘更宏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帮助 他让周杰伦住自己的家 穿自己的衣服 开自己的车 吃饭也会主动叫上他 也是后来周杰伦多次公开致谢刘更宏 并说是一生挚友 在周杰伦成名后一直对刘更宏很关照 在自己的电影或者MV中 总是让刘更宏来出演 如今周杰伦的歌几乎都被刘更宏 编成轻快的健身操歌曲了 他甚至公开喊话周杰伦 快出新专辑每个跳了 面对刘更宏的催促 周杰伦甚至觉得刘更宏是粉丝派来的 吓得逃出画面 实在是太逗了 刘更宏不仅仅是一个正能量的人 他还是一位非常好的男人 在现实生活中 刘更宏是一位红了不忘本的人 他不仅仅宠爱自己的娇妻王婉妃二十多年 就连对自己的岳母也非常好 如今刘更宏的名气 已经是超越了很多大明星 甚至和好朋友周杰伦都有得意比 刘更宏和王婉妃夫妇用自己积极的心态 带给了大家欢乐 让居家隔离的人们不再无聊 热能量的人 阳光的人永远都是幸运的 现在的刘更宏不仅仅收获了辉煌的事业 他还收获了幸福的家庭 特别是他的女儿小炮芙 如今也成为了他的骄傲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他还没关注呢